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不要脸 也非常无聊的视频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不要脸 也非常无聊的视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是我今天的做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我的订阅过了100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一般的话都是过了50万 100万你才值得去做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去庆祝一下 然后或者是答谢一下 感谢一下你的订阅 那我100名有什么好答谢呢 有什么值得高兴呢 你才100那这这这这这就太太 太不值得说了吗 那我觉得不是啊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这个频道是从6月8号正式开始在做 然后呢也非常不要脸的去 向好多人去讨订阅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朋友说 哎麻烦你订阅一下啊 你一定要订阅什么什么 那真的是这样 就一个一个讨回来 也多谢这些朋友给脸 就是给我订阅了啊 那当然也有少数是可能是真的是看到了我的视频 点的订阅的 那那我知道这个非常少 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10个 那不管怎么样 你这100个订阅 是我最重要的 最最大的鼓励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可能我以后做的多一点 我的订阅多了几有几千个的时候 可能增加个10个 我可能那时候的喜悦感会很小 因为你会冲着 你会想到更大的一个数字 或者甚至你到了几万的时候 那每天增加 或几天增加100个订阅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感觉 但现在我是多一个我都有感觉 我看我经常会去刷 我一看哎 今天又多了一个 我哇就好开心 有时候几天三天 又多了一个 我感觉就特别开心 就那种最原始的喜悦 真的很开心 我所以要非常感谢一下 来订阅我的朋友 那我也希望你继续支持 我也会继续把节目做好 今天我想借这个订阅过百的 这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趁机又给大家做一下 我们频道的介绍 也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月后做频道 一个月后的一个总结吧 让大家更加了解我这个频道 是在做什么的 我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这个频道的话 主要就是影视制作 影视相关的一些内容 为主的频道 那我会通过各种形式 大概就是我个人的影视的一些感悟和经历 一些故事的分享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就是电影人的访谈 我会在节目里面采访导演 制片人 选角导演 摄影师 等等 在所有的里面的职位 岗位里面的人 我们都会采访 然后同时也会分享很多演员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值得聊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还有一个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Casting Call 也就是演员招募的信息的发布 这也是我很想把它通过这个节目做好 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影视的制作拍摄的一个栏目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邀请到导演或者是选角导演来到我们的节目去 大家来介绍这个他们要找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要求 比如说今天我们某个导演要找三个演员 那他就会在直播的时候把这三个演员的要求列出来 然后同时在现场给大家做介绍 然后那看我这个节目的朋友 也可以在现场就直接提问 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背景 他是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那我们的导演就会直接的给他答复 然后你就心里就特别清楚了 这样的话你到不管是拍Self Tape 或者是先来现场面试的话 那你都会准备的更好 那我这个部分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比较直接和 比较直观 然后同时也是带有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让演员和导演之间搭好一个桥梁 让他们能够相互以最快最准的一个效果 然后让他们相互的找到对方 那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希望在洛杉矶的Casting Director可以跟我联系 如果你需要找演员 你需要找什么样的人物 然后你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来去发布你的Casting Call 谢谢大家拜拜